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应对环境的污染 如何拓展可再生的资源 如何利用高新生物技术来保障食品的安全 这些都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从面临的挑战 应对挑战是会需要大量的人才 我相信拥有百年名校基因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必将可以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 全球视野和人文素质的作业工程师和科技人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